雪山地面厚厚结冰 抬头看山壁 还有一整排冰柱 宛如置身国外银白世界 小天大冰我好 好 在这么美的雪景中的 其实是一群救难人员 他们挺进冰天雪地的雪山 要救一名韧带受伤的 43岁女登山客 只不过这场任务 比平常还困难 除了零度低温下雪结冰 负重前景 还遇到下雨 冰地救援花了整整四天 还跨了一个年 过3693庄 过后在8.7K左右的时候 他就开始结冰 路面特别石滑 见证绝美雪景 可说是消防辛苦的意外收获 天气方面 节气小寒虽然稍微回温 但六日大陆冷气团南下 接着七日八日 空旷地区气温将下探11度 冷天又将到来 干冷三天 记者彭志明 刘云斌王世函苗栗采访报导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我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